那阿民 那後來你一直在台灣生活 然後尤其是你很喜歡攝影這件事情 你拍了很多很多台灣異象的照片 然後我們今天有帶來了幾張 這一張其實是我挑出來的 我很喜歡這一張照片 你這張照片 你當初拍它是什麼感覺 把這個畫面給捕捉下來 這個是在那個紅樓台 紅樓台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土地公廟 我們準備要走的時候 我們就去那邊拜拜 然後就去那邊走的時候 我就跟我 因為我跟一些朋友 就說你們等我一下 他們在我後面 這個是出去的一條路 我說你等我一下 我在 因為我看到一個很孤單的一個 尼姑 尼姑在下面 然後上面有一家人在那邊 泡茶聊天 Party 舉一個聚會 所以這個相差很大 所以我覺得一個層面 因為攝影師講一個對比 所以我覺得蠻動人的 那再來 這一張 你怎麼會拍這一張照片 這個在基隆 然後這個地方是蠻 說實在是蠻落後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住在裡面的人 過這樣子的日子 其實我們還是要看 我覺得 其實不管怎麼樣的環境 台灣有它的美麗 所以我覺得這個色彩 跟這個 對我覺得這個色彩很有趣 就是這邊是綠色的 然後這邊是相對暗色系 然後產生一種對比 然後再加上一種銷色感 OK 這是在基隆拍的 然後再來 不知道這一棟還在嗎 所以猜了 來 各位網友留個言 看看這一棟還在不在 好不好 基隆的朋友 OK 然後這個畫面就很台灣了 這個畫面非常非常的台灣 這個地方肯定不在 因為這個在原山站的旁邊 然後這邊最感動的是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人家的客廳 但是其實它是走道 你看這個地板就知道你走道 但是台灣 因為台灣有一個特色 一個棋樓文化 我覺得棋樓文化是特別 因為台灣分室內跟室外 室底下的東西 正式的東西 其實有一個模糊的空間 像有一個黑跟白 中間有一個灰室 大家有活動在那個灰裡面 我覺得這是很代表 台灣人的這個生活形勢 就是我們會把很多 其實家裡的東西放在棋樓 對啊 對 其實這個是違法的 這個叫路爆 佔用棋樓 OK 可是美國沒有棋樓嗎 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 美國人都是開車 所以我覺得台灣都是騎機車吧 對 騎機車你可以跟你的周遭的環境 有一個互動吧 汽車不行 汽車你就是關在裡面 就講到台灣的機車 你來到台灣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哇 機車怎麼這麼多 是很多 對 但是我自己要騎一台 我第一件事情 我到東海的時候 我就去考駕照 那你覺得台灣人在騎機車 有沒有非常猛 那時候是非常的猛 而且那個年代沒有戴安全帽 對 台灣會戴安全帽 我記得是跟陳水斌有關係 那時候不戴安全帽要罰500 對 老外很少騎機車 有啦 還是有 而且我們那時候在東海大學 其實你剛掌那個特權 老外就喜歡把騎車 那個機車騎到校園裡面 其實這樣是不行的 這不行的 但是他就靠這副臉 他說我不管了 我就做我的 這種我覺得有點討厭 OK 這個是理髮廳對不對 對 台北市一個老夫婦開的理髮廳 你為什麼只抓這個鏡頭而已 因為我看一般人都會 都會到他們的那個犬身 還是他的上半身 但是最感動的是他們的痕跡 他們幾十年的工作 做得那麼辛苦 他的人生就在這個圈圈裡面打轉 對 這個是最感動我的這個畫面 所以我當然會要重視這一塊 而且有一個弧形 這個弧形 然後他的人生就是這樣子的轉 OK 很感動 這個是 這個 戴著口罩怎麼打班 這個好玩的是 這兩位 我不認識他 我們剛好就看到在那邊 在那邊我覺得在那邊拍一下 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在IG留言說 你拍到我們了 可不可以 刪掉 沒有 你可不可以 印一張給我們 送給我們 他們很高興 OK 一對小情侶 所以我今天敢放在這裡 是因為我覺得 有他們的同意 對 他們兩個是很可愛的 這兩位 希望他們還沒有分數 然後你還有做音樂 對 來來來拿來我們看看好不好 好 有一點 我聽說李老師 有一點怕鬼 不是有一點 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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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俗辣 給你手個摸一下 喔 這是什麼樣的設計 這個是 這是張天師啊 你把那個 CD拿出來 平安符 有聽有毛病 OK 所以你這個專輯是做怎麼樣的音樂 這個是 護管音樂 就是Jug Band 就是那個酒罐嘛 酒罐 對 酒罐 吹酒罐的那個 那個年代就是 美國南方的黑人 是 做客難樂團 然後他就把一般的家 家用品當樂器 是 所以他把那個酒罐 呼呼呼 用吹的 然後 那個 臉盆 斷貝斯 臉盆斷貝斯 臉盆斷貝斯 然後那個 西板就當小小小 好好好 我們是這樣子的樂團 那你為什麼會是 這樣的設計的封面 因為這個 不好意思我選的是歷史 這個是張天師啊 張天師騎虎嘛 對啊 還有人說他以為是我 因為他說像 還是有差別 對 你這個設計概念是什麼 這個有一個 一個洋蔥設計 一個 我們的好朋友 暗夜設計 他們幫我設計 因為我覺得 畢竟我們是做的是 中期合併的一些音樂 就是傳統音樂 美國的南方爵士 還有台灣的那個味道 也在裡面 裡面好像有望春風 有望春風 對 但是因為望春風的音樂 的版權已經有了 但是歌詞 版權不行 所以我們就自己的 自己放自己的歌詞 OK 對 那你來台灣這麼多年 你也在電視台當過攝影 是 你在台灣跑新聞的感覺怎麼樣 我本來是節目部 我本來是 因為我對攝影有興趣 但是不能說 你不能去電視台裡面說 我要當攝影師 沒有這麼簡單的事 而且台灣的攝影師師圖制 所以我要開始當攝影助理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做 那時候在TBS我們是拍那個 台灣自媒 還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 對 我們人要說實話 這不記得 這太久了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叫 《這部一腳印》 《一部一腳印》 有啦 那是那個 那個節目就很出名了 對 而且是金鐘獎的常客 是 所以你也拍過一部一腳印 那個是當攝影助理 對啊 我們就全省都跑 全島都跑 那你來台灣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覺得台灣 哪一個地方讓你印象特別深刻 比如說來外很喜歡去墾丁 是怎樣 OK 我滿討厭墾丁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寧可到一個 比較密集的地方 例如說我喜歡去基隆 還是去萬華 那個大刀城 比較有生活的感覺 然後就可以在裡面發現 台灣的文化的真正 純粹的內容 我覺得肯定只是一個海灘而已 說實在 而且大家都先邊娛樂而已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是生活 所以我比較喜歡 台灣在人家真正的過日子的 那種很濃的那種人情味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滿喜歡 台灣那種人與人相處的感覺 而且這個感覺好像 除了台灣以外 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 沒有 我覺得沒有 當然很多地方我還沒有去過 但是我遇到的國家 應該是這邊最適合 對啊 所以好 我們回到我們節目一開始 講的那個話題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人很奇怪 很喜歡罵自己的國家 對 老美會這樣嗎 不會 但是我覺得老美不會這樣子 這個是好事嗎 當然不是啊 可是為什麼 你在台灣 因為我們自己是台灣人 然後我們在台灣 在這邊出生 在這邊長大 所以我們對這種感覺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可是身為一個 OK 當然你是台灣人了 不能再叫你是老外 那你是台灣人 但是你畢竟是在外國出生 在外國長大 在美國出生 在美國長大 然後你在看台灣人 包括網路上的留言 動不動就是批評台灣 罵台灣 你覺得你身為一個就是 這麼喜歡台灣的一個 一個美國籍 美國裔 OK 一個美裔 美裔台灣人 對 一個美裔台灣人 你這麼喜歡這個地方 可是看這些 那麼莫名的批評 你的感覺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沒有人在批評 你怎麼進步 可是很多批評是很不舒服的批評 但是你允許人家批評的話 你必須要接受所有的批評 你不能說這些批評是合格的 其實就不行了嘛 那我們就變得跟大陸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 什麼人都有 什麼話都有 這就是我們的自由的社會 好